欢迎收看阿车的狗头解说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场呢 是绷缠的龙对阵方方people的方 龙打方还挺少见的 那绷缠在街霸四时代 被人誉为发波圣龙理解最好的男人 我们来看他这个旋风脚反倒是理解的更好 对手的狂吃旋风脚 吃完两发第三发 第三发终于是不吃了 哇这个圣龙打得非常nice 是打了一个逆向圣龙 而且对手跳过来的时候呢 这一下阵力是比较难看清的 哇这边确凡是出现了点问题 方方people刚才是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龙杉这边是堵了一发中角 而没有还过去 这一发vsvs丢完以后原地直跳一下 看着对手跟着波过来 用直跳是一个不错的对侧 下中角以后把v开出来 再压一个vs过去 下中角这一下是直接被看穿了 哎呀 龙杉这边打得有点贪 刚才想用下中拳去跟连段 但是距离上不够 那这样等于是浪费了一个进攻机会 包括一次压起身 最后被对手之间磨死了 哎关键就是不能丢这样一次机会 丢了这样一次机会就会很尴尬 崩尘玩龙这个角色 你不要看他平时不玩 他在s1赛季刚开始玩的时候 选用的是龙 后来才换成了纳什 因为龙这个角色 他觉得好像太没有心意了 然后换了纳什 没想到纳什跟这个龙其实也差不多 难中难地对吧 s1赛季都蛮强的 到了s2赛季都变弱了 而且弱的没法看的那种 中拳两下往后躲了一下 可以的 刚才往前走的时候是骗了对手 然后对手出招抢了 这个时候防住了 下中拳这边血量上有领先 防住 距离控制的不错 不愧是防守最好的男人 防守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挡下别人的攻击防守就好 关键是你要懂得把距离控制的好 就像这样 不过这一下环过去 由于龙这个角色本身脚短 如果刚才是用纳什的话 这一脚就中 又往前走 现在手上是有能量的 只要这一发C 对手手势伸出来了 绷柱那边确认 看上去打得很凶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打中 刚才这个下中拳躲过去以后 又是没有办法 龙的手脚太短了 绷柱跪了 好那来看一下第二只 绷柱开场 等着对手直接过来 下中拳没有防住 直接用波顶掉了 倒地以后 追上去想投 没有投中 要被切进板边了 现在方这边 哎 被帮缠直接一个旋风角走出来了 刚才这个地方要关板边 其实很舒服 很多角色碰到方这样子关 都没有什么办法 龙这边是出了一个旋风角 刚刚好距离打得比较远 这是出板边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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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直接倒地了 再过来以后 一个下中角 拖到针在一个青角街上 两下拼到以后 一发直接带走 哇 方这个角色 讲道理 他们说弱啊 我一直觉得方对角色挺强的 其实 除去一些天敌 天敌就是那种强角色 好像都是方的天敌 打一般的角色的话 方基本上是不虚的 像什么 像龙这种对吧 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基本上只要压中对手 对手基本上动不了 下中角缠倒 你看龙这边 其实抓住了很多次 方这边打空的机会 但是通常都摸不到他 手脚是比较强 然后在近身 缠斗的能力又很强 中拳打康 前中拳以后把V开 这套确认漂亮 再一个VS 把对手撩下来 交VR 方船这边终于感受到了 防守的压力 不如把VR早点交出来 方现在的VT 改动以后 丢出去的这个VS 在开启V以后 是可以造成打击效果的 而以前那个版本是不行的 倒地了 追过去 都往这边一卡 啊 可以 风产确认到了 最后一个C 那接下来是绝战点 看一下风产能不能翻 最后一灯 上来VS 然后直接被一个旋风过去 看来这个对局的关键 还是看旋风脚能不能预读的重 如果预读不重的话 好像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进攻机会 真的要从天上去切 那是很难的 打方这个角色 方就是防空好 看吧 趴下来 如果你从地面过来 我就直接出两脚 如果你从天上过来 我就取消直接发个波 来了 卡位 中拳对空 风产被关进版边 下中角被防住 一套 切进去以后 VS拉一下 哎呦 直接升龙了 风产关键时刻 还是靠升龙 可以这一下确认 看到对手转过来以后 直接一套带走 两个人现在是排行也差不多 风产53名 方方皮包63名 但是风产的实力上来讲 他的比赛上面的综合经验 肯定更加丰富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他的心理素质跟状态上面 肯定是要比一般人要好 中拳防住 两下 风产这边赶紧第一个青鸟抢出去 下只鸟掺倒 中拳推波 跳中角 可以 中拳EX波 推过去以后压板边 中拳打康 可以 又是一套旋风的连段 最后下中拳接生龙 这一轮 风产打的有点爽 关键是压起身压到的次数有点多 而且对手基本上每次都去出手抢招了 那这样的话几个康一打就扛不住 起身直接抢 看到对手滑过来以后 风产有了一个盼的 对手行动会比自己慢一排 下中拳摸中 跟进板边 跳中拳挥下来 下青鸟以后后退一步 直接打一个前中角 想再压 风产看到这种动作比较大的招式出来 就会选择直接交VR 但是这波VR交出来以后 对手还是把自己压在板边 龙的这个VR推得太远了 而且在前冲过去的话会不利 所以很难救场 救场上面是有点难 头 接一个波以后两个波落下来 虽然自己被放倒 但是根本无所谓 风产那边清拳抢中了 现在手上是有CA 两边其实都有 不过最后风产被抢中一个头带走了 看一下最后一灯 这局是正宗的决胜局 上来先发一发VS 风产那边直接顶了VS往前走 也没有打算去躲开跳 节奏是不拖 想要去跟对手拼一波 两个波 一推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边 好的 清拳抢中 拉一个EX波 下中角没有命中 跳清拳下来以后 反向拉一个EX旋风追上去 下中拳顶一下 想再往前突 前中拳被防住 把距离赶紧拉开 VR顶回去 对手想走出来以后吃一发头 中拳跟一个波 这边做一个牵制消耗 直接四下中拳 往这边是疯了 疯狂的要捅 这边想要划一个步 想过去偷一发 被风产直接确认掉 那现在方这边已经很难打了 手上就这点血量 资源也不多 看一下能不能压到一次起身 压到一次起身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 但如果说压不到起身的话 那可能就要被风产活活拖死了 生龙吗 没有 投完了以后 再顶进去 现在关到板边了吗 就差一点 还想划过去偷 这边手上没有资源 只能靠这样子的方式 不停的往对手脸上滑 前中脚摸一下以后 崩才再加VR 但是慢了一点 最后跳轻脚带走对手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你只能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